只要我们犯了错误 教官都会让我们围着操场 跳蛙跳 这不说来就来嘛 跳蛙跳我跳得最好了 不对 我跳得第二好 你跳得第一好 还记得 到时军训的时候 咱俩总一起逃课 我跳得比较好 一切淘完课 教官就罚我们 在操场上跳蛙跳 别在这儿打感情牌了 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磕三个头 我把录音给你 不 α 勝淘啊 堂堂一个boneasing集团的几成人 要用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吗 一个男人 竟然要用别的男人的膝盖 来证明自己 这得多自卑呀 你要搞搞清楚 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跟我的兄弟叙旧的 你去哪儿了 打电话也不接 没喝酒呢 喝了一点 跟谁啊 我的事你知道吗 对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做得不够好 因为我她在主心积虑地害你 你放心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发誓 我相信 我去给你泡点茶 清清酒 关于受害者家属曝光录音一事 先做如下回应 一 录音内容虽经过剪辑 但确实本人言论 在此 向当事人及受到冒犯的有关人士 表达万分的歉意 二 拒绝死者家属的赔偿要求 并非安胜管理层的决策 是我在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情况下 擅作主张的个人行为 在此 也像受到影响的安胜员工及股东 表示我诚挚的歉意 安胜已将死者家属要求的 两百万赔偿金 一次性负轻 希望得到家属的谅解 而此次事件产生的不良影响 应由本人负全部责任 我已提交了辞呈 同时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 是我口不择言说错了话 是我缺乏同理心 未能理解到死者家属的悲痛心情 不但没有进行及时的安慰 还在伤口上撒盐 对此 我感到十分的懊悔 十分的愧疚 不设求死者家属能够原谅我 只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我深深的歉意 并接受我的这句 对不起 小苏真的把所有事情 都揽到自己身上 他这样哪还有翻身的原地啊 你曾拒绝过我 说我们不是一类人 不应该在一起 但是我现在不是安慰 也不是地产商的儿子 我现在身上所有的光环 都已经没有了 我只有你 苏默 后面有黑皮魂队 有蛋饼 有香水 请问我 还有鬼屋 有好多好多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成为你的星辰大海 永远呈现彼此 不闻不火 消失在每一次被你需要的时候 甚至怀疑过 苏默 那个是真切的我 苏默 紧张的情绪也都不做轻松 我隐藏着爱的感受也可以的反驳 我们从来都不敢想把爱轻轻述说 明镜隊 感谢观看